然後這是一些傳統 延續傳統機的師傅 這是甩菜茶的阿嬤 後面直接看你的影片 所以他會用一個茶蘭 後面是棉線,就會丟一個東西 比如說塞一些糖果什麼的,請你吃飯這樣子 然後你拿了糖果之後,你可以塞一個很奇怪的東西進去 比如說塞昆油啊,塞檳榔,塞什麼什麼 然後他會用這個東西做一首長頭絲給你 就有點像,像極致歌王 就是可以拋到你面前 然後看之前的資料,他都可以拋到兩三層都很高 就是很精準的拋給你 但是他因為很少出來表演了 然後也七十幾歲吧 快點出來,他臉都皺了 甩菜茶是台灣過去在電視電影 還不發達的年代,民眾獨樂的互動 當歌在新校表演結束前,會來段甩菜茶與觀眾互動 也考驗著演出者的寧場反應 年近八十歲的林朱英,被視為錯過僅存的甩菜茶國寶 今日在原品口湖鄉再度北莫登場 讓民眾重溫台灣早期西班的盛況 難關月生中 民俗建議甩菜茶女代林朱英 將主嵐不遍不遺的跑響班中 就是像剛剛那一句,他把風流放在最前面 他就會唱一首歌給你 他已經 很多年沒出來,我出來表演了 所以他嗓子都有點啞 然後全台灣就只有他跟另外一個會 另外一個就是有點像在那種林花園那種文劇團 他有經過一些改良,比較 比較現代,比較觀光化 然後另外 最讓我感動的是北港做麻油的老師傅 在斜霸麻油那邊 他們是用最傳統的 玄子跟稻草梗去做 麻油 然後芝麻,這是草薩芝麻 他會去秤那個重量 然後再放到鍋爐上去 把它蒸熱 然後在 在一邊蒸熱的同時 他會 在另外一邊用那個 鐵圈去做那個容器 就是用稻草梗跟那個玄子 他這個好像全台灣只有他這樣做 其他的很多都是用那種麻布袋然後重複使用這樣子 然後 就是用鐵圈弄著容器然後再把那個 芝麻從鍋爐上拉起來放到裡面 那這動作是我覺得他整個做麻油裡面最有力道的一個工作 然後他會再用全 就用腳把它 把那個芝麻拆擠 然後就是弄成正面草梗就翻反面 然後弄成這樣一塊 然後再放到那個 壓的那個有點像千斤餅的東西 然後這樣擠擠擠擠 弄到15塊然後他才會開始 擠麻油 然後麻油就是 因為這十幾塊嘛 他就會 通通就留到這個下面 他只有40億公斤而已 很瘦 壓完就變得薄薄的一片 要把那個 那個敲掉然後剩下這個 安典的那個 麻油炸 麻油口 對對對 芝麻薩 芝麻薄 露汪 along 妳有 podemos 拿去撕肥或是為猪 所以說現在 妳有沒有 ru 其幾乎 超 wym 香味 我每次去北港就會看到 因為 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死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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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死滑 這就是第一塊 前面就是那個 馬友會把那個前面 鞋 鞋合號的鞋 然後發展 然後另外這個是 在草田宮那邊做那個 香火袋的阿嬤 他每個都是手工做那個香火袋 因為現在很多香火袋都是 塑膠的或是什麼 他每個都是馬 布袋 然後每個都是 其實六七十歲 最左邊這個已經88歲 阿嬤們在做 就是要經過十幾道手續 然後就去了好幾次 幫忙拍很多照片 然後 大合照 這邊沒有全部的人 因為有個他們沒打 但是你每次去就會發現 然後有些阿嬤好像就不見了 然後又有新的把阿嬤出現 這樣子 他們就是一直接替的去做這件事 然後把這些事情繼續維持下去 然後 雲林的東西從前面的 一開始大家看到的 環境、海邊 地震下陷 死亡的東西等等 一直到 看到了很多產業 從做什麼的 然後 胡語啊什麼 然後就看到一些成功的人 然後也有一些 傳承老公義的師父 就向前面那裡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 因為鄉村都只剩下老人跟小孩 因為那邊沒有什麼工作之外 所以很多 青壯年人都是在外地工作 在台北在兩邊 他一年 我去 大概回去一兩次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想要 找到這個地方 他們到未來 十年後、二十年後 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子 所以就找了 很多年輕人 他們在那個地方奮鬥的故事 這是台西教會 就是最左邊那個就是那個 伊志明大哥 就是他小時候也是 因為這邊的學生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下來課可能沒有人照顧 結果他就會去亂跑 亂幹嘛 然後他們小 他小時候就是 受到這個教會 傳教士的照顧 然後 就是 有幫他們看功課啊 幹嘛幹嘛 學一些東西 所以就沒有 跟他上拍樓這樣子 所以他長大之後 也是回到自己的 增長的土地 然後照顧這些小時候 然後就是 對 照顧他們 然後另外就是 做有機分眾的 吳宋智大哥 然後慈欣有機就是 呃 就是大家現在市面上看到那些 有機 蔬果嘛 都是有一個有機認證的機構在證證的 他慈欣有機是 他是最嚴格的認證機構 然後他的後面就是那個 靈人商店這樣子 然後這個吳大哥 這是他爸爸 這就是那個 吳宋智大哥 所以他回到鄉村大概才兩年的時間 然後 呃 他原本也是 幫人家搭鐵皮屋的那種工程 那就是做了六七年 然後他爸爸做有機比較早 然後他就一直跟他兒子說 你整天在外面爬上爬下 幫人家搭鐵皮屋 就替人家賣面 為什麼不回到自己的 呃 家裡面 然後替自己打天下這樣子 因為你在外面 那麼幸福的賺得那麼丟 那你回來 辛苦賺的東西 所以他就大概兩年前回來 然後開始跟他爸爸做一些 學些 護農的事情 然後這樣 然後就很認真 做很多事情 然後左邊那個是 林隆伯大哥 差點忘記 就是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林隆伯大哥他們之前 家裡面是開農藥行的 所以他們家之前就是做那種斷型農業 但是他因為受不了那種 農藥的味道他就跑去六星工作 他做了兩年 又受不了 回到自己的家裡面幫忙這樣子 然後他爸爸 轉有機的理由也很妙 因為他說他那種財務有點問題 他看到電視出來 做有機好像不錯的賺 所以他就跑去做了 所以 但是他們就說 他們在從做了有機農業之後 才知道什麼叫做 友善的 對待苦力 什麼叫做快樂的生命 然後這是很有名的那個 水哥番茄 玫瑰番茄 然後他 小時候就是 看很多台北回來的人 都穿著衣服 都穿著光鮮亮衣 然後他就很嚮往台北 所以他當完兵 就跑到台北去工作 但是他每個工作 大概都做三四個月 都做不成就換工具 他也曾經到那個 地下錢莊賣家桃在 後來就做了六七年吧 他爸爸跟他 哥哥就看這樣不是辦法 他就騙他說 他們鄰居有在做文室出國 你只要過種不下去 兩三個月就可以收成了 很輕鬆你又不要回來做 他就回來了 他回來之後才發現 就是 你每天都要去尋那個 殘痕這樣子 因為那個番茄都會亂長亂長 所以你每天要做的管理 的工作很多 但是他後來就非常努力 然後 就做了很多嘗試 然後 玫瑰番茄這個名字 就是那個蘇智芬 縣長幫他取的 就因為幫他取的這個名字 他就開始變得很有名 然後他的番茄都自己賣 就是一斤一百五 然後都是透過網路再賣這樣子 你通常都要等好幾個月才能吃到番茄 就是那邊 他的甜度都十三度十四度 就是 不知道誰寫的 然後台灣生菜村是在麥寮那個地方 就是 生菜就是那個蘑菇 蘑菇有很多品種 就是我們那個麥當勞 中間吃那個葉子雞 就是他們收那個生菜 對不對 對的生菜 然後最重要就是這個 郭薯芬表演就是他 好像是會計系畢業 然後他畢業之後他的 這輩子的夢想就是 可以在都會區當一個OL 看 很優雅的上下班 那後來就被他爸爸 跟那個哥哥叫回來 幫忙他們自己家裡 然後他也非常努力 因為一回來 一個年輕人想要領導整個產校班 就是那些老農夫都會質疑 說你憑什麼 憑什麼這樣子 所以他也很努力的 在一兩年考了很多證照 然後現在 整個產校班 就是他們都是跟農夫契作 就是請他們做 重量的生菜 他們才跟他收購這樣子 他們說認真 有些器材農物 年收百萬都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非常成功 用台灣生菜去年齡的牌子 然後出口到很多的國家 馬來西亞 韓國等等 就一年好像兩三百多塊出去 賣鳥那邊種得起來 可以啊 哦 不會空氣什麼的 這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些少賣鳥的地方 忘記這個地方 對阿 但是好像沒有受到六星的影響 因為日本那邊的要求很嚴格 所以他們要符合那個資格 他們才能賣到那個地方 嗯 然後這個是 現在還在幫人家蓋房子的 波米德大哥 就是某款工人嘛 蓋那個 然後他也是兩年前參加那個農委會計畫 然後就回到自己這塊土地 後面這塊 就是荒廢了十幾年的土地 然後開始種一些地瓜跟稻米 然後就是用地瓜跟稻米做的輪作 所以他們把他叫做地瓜 然後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輪作 就是因為種稻米的時候 因為你水要淹那個泥土嘛 所以你可以減少很多地下仇態 然後有很多稻草梗等等 就可以再 就是 燙一滴 然後就變成那個養分 所以在種地瓜的時候 就非常的好吃 那他們因為是小農 所以他們都要用手工去雕那個 有雜聖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買了地瓜 稻米然後有請他簽訂這樣子 所以你吃了飯就會覺得很胆氣 就是你認識的農族啊 用什麼樣的方式種出來的 他不會像我們去 就任何一間店 都要那個年中拿來的 寶蝦九南社是 也是非常令我佩服的 因為他們 八個年輕人 七十五輪子的 八個年輕人 他們就是 就是 就一個人捐了十幾二十萬那個 船頭混出來 然後盒子 請一個人 在那邊鑽子養子 就是他們想要用海水去養蝦子 然後不要再抽地下水 然後可以有趣的在那些地方 經營下去 然後他們想要證明說 他們可以回到這塊 他們的家鄉 從小長大家鄉生活 所以他們一開始是用這種 大桶子去養蝦子 就在室內 這個是他們那個廢棄的注射 裡面改成的養蝦腸 他當然後來就是因為 經濟規模關係 這種桶子就養比較想像 他養到比較大 他們就放到外面的餘溫 但是他們也是用生態混養的方式 就是他們的餘溫 大概有三分之二是拿來養水草 養什麼 就是什麼都養的地方 然後用那些 很健康的水去養另外一片的蝦子 然後 因為他們有年輕人 所以他們就是用廣物的力量 去賣自己的蝦子 就一斤 多少 兩 從一百五到四百都有 因為那邊 就是大家知道養蝦子 那邊就是一個地方的盤商 大概就兩三家 然後他們通常會講好 像價值的多少 然後會去壓低那些價格 然後有時候常常 像那個盤商來收蝦子 然後撈下來 他會看 你有幾隻好像不太健康 然後會跟你說 再少幾塊你要不要這樣子 你通常沒辦法 因為蝦子已經撈起來了 你沒有那麼大的冰箱 通常只有 家用那兩門冰箱 你冰不了幾百斤的蝦子 所以通常都是這樣 他就會被壓低價格 所以他們就是用網路去賣他們的蝦子 然後你慢慢影響一些養殖戶 這個是他們第一家影響的 林秋花阿嬤 所以他們就是 說服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養蝦子 然後去送SGS認證 證明他們蝦子沒問題 然後把他們貓一站 所以你如果去那邊 就是每一隻抓起來 只有生的就可以吃了 就是很鮮甜 這就是那個李富正 就是在那邊 鑽子羊霞的年輕人 七十五年次 超佩服 另外這個是在 金湖 就是口湖那邊推展休息的東西 因為大家 對於你可能 去玩的想法 可能只有去建湖上 去古墾那邊玩 但是他們就是很努力的 在漁村那邊推展觀光 然後結合了很多景點 像沐霧雲池阿 銘河 或是蠻羽等等 然後都退出那種 兩天一夜的 或是一天的那種行程 然後就讓很多 很多都市人回到鄉村 然後享受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是那邊的小朋友 最愛玩的寡規的遊戲 就是看你能夠保持櫃 就可以帶什麼樣的禮物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這個遊戲了 所以最後我要整理一下 雲林大家之前看到的那些照片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open的計畫 所以等於說我想拍什麼就是拍什麼 所以他最後我回去再整理照片的時候 才發現他變成我一個 就是尋找一塊我過去生命經驗裡面 完全空白的東西 像那些農業、漁業等等 然後所有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很陌生的 像土地上的事情 然後第一次把鞋子襪子脫了 然後踩到稻田裡面 然後被那個潮濕的泥土包覆 就覺得很像 回到 就是好像回到最根本 最無情的懷抱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 所以 就是這時候的攝影 對我來說是 看見我那些很缺乏的部分 然後另外就是希望可以把這些故事都能 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然後我覺得 你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為什麼像我 這樣的年輕人會拍出這樣的照片 因為一個人去 一塊土地拍出來照片 就是每個人拍的可能都不一樣 但是我拍出來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覺得現在 越來越靠科技 哇 就是善器產品越來越多 然後像小朋友 他們可能都是玩 iPad、iPhone長大的 小朋友哭鬧的時候 我們是趕快玩 不要吵這樣子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看過 菜怎麼打出來 你怎麼撈上來 或是沒有 刺腳 跑過 泥土 跑過土地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越來會變成 越來越變成 現在年輕人所缺乏的東西 尤其是年輕時代 八年級、九年級的 缺乏的東西 所以 這本書最後 在經過編輯之後 因為 大概一年多 我拍了兩萬張照片 然後 我們是幾萬個自保 然後就是 最要在編輯的 幫忙之下 就是把一些 因為我照片 就沒有拍得很好 所以 有一些 但張照片 張力不夠的 或是他們會做一些裁切 或是紅塵 然後做一些編排 像整個畫面做更好的應用這樣子 然後一些留靶 或是一些設計的元素 然後可以像 像這種 就是裁切 然後可以排出一些韻律 就是會有一些 那個音樂性的存在 然後像這種紅塵 就是剛剛這個 大家應該有印象吧 所以如果你看 你如果放單張在一本書裡面 它的力道就會不夠 然後你如果 放了很多很多 必要的元素上去 它就可以說很多的故事 然後像一些 一些癌法 或是 這種 韻律 韻律性 就是大眾的小孩 然後像這個是 他們添加了一些 哲學性的東西 在裡面就是放了 一個空的人 一個動物 然後你看到 這個東西 就會 因為它是空的 所以你就會想要 自己把自己丟進去 然後看 那是什麼樣的動物 所以設計編排在 這本書裡面的 那個比重 其實蠻重的 然後當然也需要 一個好的總編輯 跟藝術設計 來做這件事情 不然 這是我一個作者 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東西 然後 所以 最後整理一下 攝影 對我的改變 從第一次去德國 這些照片是 看見世界的證明 就證明我看見這些東西 然後去雲林 攝影沒那麼重要 後來去了希臘 就一直在拍照 然後沒有在旅行 然後換了一種旅行方式 去了印度 就看見了 很真實的狀況 然後說印度之後 開始做旅行方式 做季賣 展覽 然後像這樣的分享會 然後後來 因為印度 才去了雲林 然後才因為 這一年多的追學 然後才看見自己 對這塊土地的 缺乏 然後 就在整個採訪過程中 很大聲音 因為我之前 念 師工的嘛 就面對電腦 所以很少跟人講話 然後我也沒有做過 田調 夜調查 也沒做過採訪 所以很多時候是不知道 遇到那個人 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我都是 可能去了第一次 然後 回去整理一下 然後再把第一次 拍照片 寄出來送給他 再去第二次 再去第三次 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變得 比較熟 然後回去 跟那個受訪者 面對的心態 就比較像是我 去看自己的長輩 或是看朋友的感覺 而不是就是可能 採訪過一次 就不會再去的 那種 然後最後一些 跟媒體合作 跟記者會 因為這些東西 都是我 從來不曾經歷過的 像這個是 因為我在書上市之前 就有做了一些 預購 就是從我個人的 人賣出去 因為那時候缺現金 所以就 就是五百塊 來賣這本書 然後就賣了大概 兩百本左右 然後後來 就到了一個瓶頸之後 就發現了這個 物資平台 叫Bri-in-E 就是你可以 提你的一個計畫上去 然後看大家 有沒有人想要贊助 這樣子 所以 那時候就上了這瓶頸 然後 大概又多賣了 兩百本書 然後一些 網路媒體的報導 然後雜誌的傳訪 對啊 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完全沒有 建議過的事情 然後 廣播節目 然後 記者會 對這些都是 書裡面的人 然後像這個 就是剛剛那個 水柴柴的阿嬤 超酷 戴墨鏡 然後這是 新港儀的 藝術家 賣鳥生態村的 水瓶 手工吉他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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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蠻魚的 然後做那個 烏椅子的 做指示真相 然後 我們要出去找 養 五個SPA 然後這是總編輯 然後 做剛剛那個 重道理的 然後 這就是那個阿正 這是我媽媽 這是我爸媽跟我媽媽 所以這記者會 其實蠻重要 因為是 書裡面的人 真的站出來 聽你這本書 這樣子 然後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讀藝術版 因為這本書 都是自己一個人弄 最幾乎都是自己一個人弄 然後他有總編輯跟藝術設計 在做編輯部分 然後還有印刷 他翻譯還有找翻譯 然後這是第一次打樣的時候 他的那個數位樣 就是用分墨 大牌的那個列表基地 然後就是先弄成一本書的樣子 然後看看那個顏色 就是編排 對 然後這是再幫那個印刷機 角色 就是因為我這本書有經過 完整的色彩管理 就是我的電腦螢幕是有校正的 然後他們打樣機也是有校正的 然後大牌印刷機也是有校正的 所以整個顏色可以從頭到尾都 就是誤差不會很大 然後這是真正在上印刷機的時候 再來就是看那個打樣稿 去調那個顏色 因為其實大牌印刷機 很難控制顏色 因為他很多溫度的壓力 也會影響 這是CMYK的四個板子 這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 然後印完1500張就是這個樣子 每一支大筆 每印完一台就是這樣是一台 廢紙大概是一兩百張 所以我的書印完廢紙就會抓到這 很可怕的就是印刷廠很浪費 對 然後這是燙金跟打突的地方 這些工廠都在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就是可能不會去的地方 是在... 沒有沒有這都在台北那邊 一刷廠是在三重 然後這個好像是在福州社子島那邊 就是等小巷子裡面 就是燙金的那個記憬 所以燙金的師父也是一名人 就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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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打突的板子 然後... 然後... 剛剛那一碗的就是經過穿線膠裝 就是用的線在... 配後 然後就要裝那個封面 然後最後裝完封面就是把那個... 多的部分裁掉 你知道嗎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神奇的... 裝封面 就是已經弄好一本一本 穿線膠裝的書 然後就經過這個... 大的機台 在那個... 然後這邊就是上背膠 下面有一些膠水 然後就轉過去 然後下面就是印好的封面 它一張一張從下面進去 然後他們就會黏起來 接起來 然後會有一個封... 它這個就黏上去 然後掉下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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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機器 反正所有... 所有事情都... 很新鮮 所以... 最後就是... 先等這樣的一段 對 那... 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嗯 答案的問題 謝謝